有战友昨天跟我说 家人去取钱 取钱是因为他家有一个 正在还营业的酒店 钱没取来警察来了 警察说有人举报怀疑他 向境外就要什么 转移大哥金钱 结果人家这 咱这战友说傻眼 如果我们转出去一分钱 买过一分币 我们也认了 也吓死我们了 从来没转过钱 知识爆料革命 没参与G系列 结果现在后悔了 那对不起了 后悔要买不着 兄弟姐妹们 非常的担心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战友 希望你们真的是 能理智的智慧的处理好 这场灾难 绝不是一天两天过去 绝不会是你那么 想象那么单纯就能过去 要比那个可怕的 多得多得多得多 就像无数个故事 就像上海的很多战友 现在后悔 七哥呀 当初没听你呀 说这话有啥用啊 是不是 现在有啥用啊 你看看现在上海 多少悲惨的惨剧 死了多少人 上海的也是这个 有战友做了一个基本的统计 说七哥 只有你把死人这个数 提到了万十万百万 他说一定是达到这个数字 甚至是超过的 兄弟姐妹们 这个世界没有比愚蠢和无知 让你付出再多代价了 多少人因为愚蠢无知 付出生命的代价 七个心都是疼的 我不希望那么多人 再有付出这么大代价 这就为什么我说北京 一定要做好小心 一定要做好准备 否则的话 你付出代价是你一生承受不起的 再次要重申 兄弟姐妹们 不要因为自己的愚蠢和无知和懦弱 把全家人民都害上 你自己要是说你无知 你付出代价 你死了 你怎么着 那是你的事 但不要把家人都毁了 好不好 兄弟姐妹们 这个世界 真的是 现在是最疯狂的时候 希望所有的兄弟姐妹们 多多保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